美国宣布暂停履行中导条约后,俄罗斯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总统普京表示,俄国将开始研发新导弹,令外界担心两国可能重演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 1987年,美国和苏联签署了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禁止两国使用短程和中程导弹。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指责俄罗斯违反该条约。 周五,2月1日,美国正式宣布暂停履行中导条约规定的义务。 我们的美国伙伴,宣布他们将暂停履行条约。 我们也要暂停。 普京周六2日说。 但他也表示,我们在这方面提出的所有建议,仍和以前一样纳入考虑。 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 俄罗斯否认曾违反中导条约,但周六早些时候。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John Spottenberg,对BBC表示,所有欧洲盟友同意美国的做法。 因为俄罗斯多年来一直违反该协议。 他们在欧洲部署了越来越多的新型核导弹。 中国外交部批评美方的决定,认为中导条约对增进国际地区和平,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美国曾称,他们有证据证明。 俄罗斯的一枚新导弹,射程在500至550名公里之间。 这是中导条约所禁止的。 一些美国官员称,俄罗斯已经部署了一些9M729导弹。 证据已经提交给了美国的北约盟友。 他们都支持美国的指控。 12月,特朗普政府给俄罗斯60天时间,要求其遵守协议。 否则美国也将停止遵守协议条款。 而俄罗斯方面除了否认违反中导条约外, 还表示,美国在欧洲东部部署的反弹道导弹拦截系统,可能违反协议条款。 周六,普京在与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的会议时说,将开始制造新武器。 他说,这些武器包括俄罗斯神舰巡航导弹Kliber Cross Missiles的陆基版本, 以及新型高超声速武器,速度可达音速的5倍以上。 但是普京表示,俄罗斯不会卷入耗资巨大的军备竞赛。 除非美国首先部署中短程导弹,否则俄罗斯不会部署。 欧洲国家将十分担心这种军备竞赛。 北约的斯托尔滕贝格对BBC说,这些新型导弹是可移动的。 难以探测。 有核能力。 可以抵达欧洲城市。 而且几乎没有任何预警时间。 所以,他们降低了在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门槛。 武警直请战士认真履行职责。 陈春月社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廖聪、陈春月,2019年春运启动以来。 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六支队,在北京西站加强兵力部署。 确保乘客出行安全顺利。 北京西站北广场行人嘻嘻嚷嚷。 一侧的执勤港台上, 两名执勤武警战士正在专注地观察着广场的实时动态。 不时有行人向他们求助咨询。 他们耐心解答。 武警直请战士为乘客指路。 陈春月社 根据春运任务需要。 我们协同兄弟单位, 共同做好西站乘运秩序维护和特殊情况处置的任务。 确保春运期间,返乡乘客安全顺利到家。 该支队13中队指导员同帅说。 据了解, 除了正常的执勤任务外, 武警执勤官兵还为乘客提供咨询引导、 秩序维护、应急救援等多类型服务。 确保广大乘客平安、有序、顺利出行。 日本外务省四日说, 外务大臣河野太郎, 定于12日至16日访问俄罗斯, 讨论两国地结和平条约等双边事务。 依照日程安排, 河野定于14日面见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 河野与拉夫罗夫, 就两国地结和平条约多次会晤。 北方四岛领土争端, 是地结和平条约的主要绊脚石。 北方四岛指国后岛、 色丹岛、宅珠岛和池武珠岛。 日本称北方领土, 俄罗斯称为南千岛群岛, 这些争议岛屿, 位于日本北海道以北, 俄罗斯勘察加半岛以南的千岛群岛南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相继由苏联和俄罗斯控制。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去年11月在新加坡会晤。 商定依据1956年签署的日苏共同宣言, 加快日俄缔结和平条约谈判进程。 这一宣言, 约定双方将尽快签订和平条约。 签约后, 苏联向日本移交争议岛屿中, 面积较小的瑟丹岛和池五珠岛。 多家媒体四日报道, 除商讨日俄逼节和平条约, 和也另一项任务, 是磋商安倍本月晚些时候访俄事宜。 安倍去年底说, 他今年1月将访问俄罗斯, 并会晤普京。 日俄双方迄今没有发布安倍访俄日程。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四日报道, 安倍可能21日访俄。 安倍四日在三重线伊士市召开新年首场记者会, 再次提及他将访问俄罗斯, 希望推动两国递节和平条约。 按照安倍的说法, 递约谈判过去70年毫无进展, 最近两年, 两国就导与争议加强磋商和合作, 包括经济合作, 获得前所未有的进展。 我不会预判和平条约谈判的结果。 但我希望与普京总统一起, 尽可能推动、谈判。 安倍说, 我们两人不希望这件事拖到让下一代人解决。 路透社四日, 以一些分析师为消息人报道, 俄方可能希望日俄缔结和平条约, 以吸引日方投资和技术。 另一些分析师说, 鉴于俄罗斯大部分民众反对移交岛屿, 俄方最终能否与日方缔结条约不得而知。 郑浩宁, 新华社专特稿, 18日, 日本新版防卫计划大纲, 将经内阁表决后发布。 有评论称, 日本政府终于私下出云及驱逐舰的伪装, 明确写入打造战后首艘航母的目标。 也有观点认为, 带着安倍烙印的新大纲, 架空了日本自二战以来, 秉持的抓手防卫理念, 不仅有违和平宪法, 也将为地区安全带来负资产, 甚至可能引发地区军备竞赛。 值得人们警惕。 大纲打上安倍烙印, 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吴静南认为, 新版大纲并非即兴之作, 而是完全按照安倍的意图出台。 铺垫充分, 准备充足。 日本媒体早有详细报道, 内阁会议表决只是走过场而已。 从日媒报道, 安倍发言和大纲草案来看, 新版大纲完全贯彻了安倍的战略构想。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中国前驻大阪大使贤总领事王太平指出, 新版防卫大纲是日本寻求实现政治大国, 军事大国战略目标的一个步骤, 舰转航母成最大看点。 专家认为, 新版大纲有四大危险看点, 升级武器装备, 正是其中之一。 根据大纲内容, 日本政府不仅计划引进陆基宙斯顿导弹系统, F-35B隐形战机, 还打算正式拥有航母。 无济难指出, 舰艇升级对象, 不仅是出云号, 还包括加贺号驱逐舰。 日方的理想状态是, 一艘航母训练, 一艘航母整修, 一艘航母作战。 因此, 日本未来可能会有三艘, 甚至四艘航母。 这将对地区安全带来负面影响, 可能引发新的地区军备竞赛。 新版大纲第二个看点是, 将自卫队的防卫领域无限扩大。 吴济南指出, 它引入多次元统合防卫力的概念, 提出在整合陆海空力量的基础上, 撒开更大的网, 增加在太空、 网络和电磁波等新领域的综合作战能力。 第三个看点是, 日美防卫合作更趋密切。 吴济南指出, 新版大纲强调对美军的配合。 所谓多次元统合防卫力, 实际上也是呼应美军将派空军、 网络军声格为与海陆空并列军种的动向。 日方计划大量采购美制装备, 只在回应美国要求其提高防务费, 减少美对日贸易赤字的压力。 当然, 这一动向早有铺垫, 2014年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 2015年,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出台, 打着加强日美同盟的旗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